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大学管理学院所提供的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 属于管理学的部分 我是王志远 今天第十四讲 我们将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 全球化的管理这一个主题 首先让我们来简单讨论一下什么是全球化 在这里我们把全球化当作是一种社会现象 透过现代科技的发展 以及各国贸易法规的开放 这些东西使得我们全球各地 在人力资源产品与服务 金融以及文化上面可以得益 在各地频繁地进行交换的这种现象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是全球化 为什么全球化值得我们讨论呢 这个时候我们得稍微回顾一下 早期的国际贸易的状况 在早期的时候 人民在各国的一些移动 特别指的是在劳动力的部分来讲 基本上是受到较高的管制的 同时各国本身所生产的产品或者是财货 之间在跨国境的移动也通常会随着一路像关税或者 非关税的障碍而造成的阻碍 除此之外各国在法律的制度上面来讲较少有一些所谓的 移动的一些障碍逐渐给降低了 也因此它为所谓的一种全球化的现象 奠定了一些基础 现代的全球贸易 基本上是透过两种力量在帮助他们运作的 第一个是来自于地区的一些贸易的结盟 第二种则是来自于我们全球的国家建立了一些 确定全球贸易运行的一些国际组织 这些帮助我们全球的贸易机制 可以顺利运行的一些机制 通常来讲可能主要的包括 例如像这边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 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透过这些组织的运作来帮助我们 在全球不同的国家里面 奠定了一些全球贸易的一些基本的标准 或者它的机制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它是在1995年1月1日的时候成立的 它呈现的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确保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顺利流通 减少经商的一些不确定性 到2019年的7月截止的时候 这个组织总共有164个会员国 有23个观察员 而在这个组织里面 它本身的会员所产生的全球贸易额 已经达到98%的水准 这个组织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是在于说是它是当作全球贸易组织当中 应该透过的一种谈判的方式来定义各国之间的贸易规则 并且监督会员对于这些规则的执行 使得全球的贸易是在一种有持续可行的行星之下来运作的 它本身具备以下的一些特色 其中第一个特色叫做不歧视 它所泛指的是来自于说会员 对于进出口的产品或者服务应该一视同仁 不能因为来源地的不同而有一些差别的待遇 除此之外 这个组织强调的是来自于用共识决策的方式 WTO所有的决策 必须要经过全体会员的一个同意 所谓的共识决的方式来讲 是他们的一个常态 除了少数的一些前进之外 才会使用到例如像投票的方式来表决 之后决定看看说该怎么进行后续的处理 此外 WTO所提供的一个争端解决的机制是具备约束力的 会员之间如果有任何的贸易争端 WTO有解决的机制 会员国 他们可以在维护自身合法贸易权益的情形之下 透过WTO的机制来去保障自身的一个权益 而他所做的裁决 他的会员必须要能够下以遵守 虽然有一些人他目前反对并且痛斥这些世界贸易组织 认为他提高了失业率 并且破坏了自然环境 但是如果我们从去确保全球贸易的顺畅进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世界贸易组织WTO他的确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下一个国际性的跟贸易相关的组织是国际货币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IMF这个组织是在1944年7月的时候 由于联合国所赞助的一个财经协会 它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里面的一个叫做布雷顿森林的地方举行 这个组织当中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制度的设计者是当时美国的副财务部长 叫做亨利·迪克特·怀特的这个人 在当时呢 英国的代表他们事实上并不赞成这个基金组织里面有个条约 是说将美元视为是黄金唯一的一个替代物 但是其他的国家基本上还是对于这样子的做法比较赞成的 于是在7月22号的时候 所得会员国在会议上面签订了成立这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协议 而这个组织的条约呢 则在1945年的12月27号被付诸执行 这个基金它可以算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所谓的一个马歇尔重建计划的一部分 到2016年4月为止 这个组织总共有189个成员国 五个联合国会员国上面有加入 这些国家分别是古巴 北朝鲜 安道尔 列世敦斯登 跟摩纳哥 当然还有一些领土有争议的地方 例如像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等等 并不在这个组织里面 要成为INF的一个会员国 你必须要能够在申请的时候得到大多数 现有成员国的一个同意才行 INF基本上它是以以下的三个职能 来达到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目的 第一个是监督 INF它有责任要去监督国际货币体系 以及成员国的一些政策 并且要跟踪各地的一些经济和金融的状况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提出警告 此外INF它有提供贷款的责任 这边的贷款所指的事情是说 当某些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的时候 他们可以向INF申请贷款 第三个是技术援助跟培训 INF事实上它有责任 要是帮助他们的成员国来发展 健全的制度跟健全的一个经济政策相关的工具 除了国际货币基金之外 另外一个跟世界金融相关的组织 就是世界银行集团 World Bank Group World Bank Group呢 这是一个包括有五个国际组织的一个集团 它的总部设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集团 它是成立于二次大战的末期 1944年左右的时候 它最早的使命是在于帮助在二次大战当中 遭遇到破坏的一些国家里面 它的重建 但今天它的任务已经逐渐演变成是 终极极度的一个贫困 来促进全球的共享繁荣 世界银行集团 它基本上是透过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一些基因力的一个贷款服务 无息的信用贷款 或者是用赠款的方式 来帮助这些国家克服贫穷 每一个机构在减轻贫困 跟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使命之下 发挥了一些特殊的作用 截到2011年为止 世界银行集团所提供的贷款 已经累计超过有5000亿美金的水准 这个集团是由五个机构组成的 这些机构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国际开发协会 国际金融公司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以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其中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与国际开发协会 通常来讲我们会把它习惯为 合称他们叫做世界银行 而这个词在一般非正式的场合当中 也会用世界银行来代替整个的一个 世界银行集团 世界银行的一个工作 它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反充确化人士 为主的一些非政府组织 或者学者的一些批评 它遭遇到主要的一些批判 包括说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展现 例如像是 这些接受到援助的国家 他们可能就会受到这些 已发展国家的一些控制 而这些已发展国家会利用 会利用这些贷款的机会 创造一些有利于 他们自己的一些经济政策 而也有些人把世界银行组织 把它批判为这是一种 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展现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这边的意思 指的事情是说 有时候会有一些 不当的一些做法 是利用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式 来想办法去解决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经济 但是却容易造成一些 破坏经济系统的一些后遗症 而另外一个呢 就是来自于说 在世界银行组织当中 他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权力结构 通常来讲 跟刚才提到过的MF相较的时候 是相对上不平衡的 这也是他通常来讲 遭遇到了批判的项目之一 最后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的前身 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llaboration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是在1940年的时候成立的 当时成立的目的 是为了管理马歇尔计划之下 美国及加拿大这两国 在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欧洲重建的时候 所提供的援助 到了1961年的时候 这个组织正式的被改编为 成为所谓的一个 经济 即合作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llaboration and Development 这个组织的总部 设在巴黎 目前总共有36个会员国 跟5个扩大参与的国家 组织的Key Partners 这些扩大参与的国家 它包括了巴西 印度 印尼 中国大陆 跟南非 OECD它一向被人家称为 是WTO的一个智库 它最主要的工作 是进行研究分析 并且强调尊重市场机制 减少政府的干预 并且透过政策对话的方式 来达到跨国间 政府的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 而在目前当中 它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 是以永续发展的目标 所谓的一种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 SDG 还有环境的问题 以及数位的经济 这些议题 作为是OECD 主要的一个推动的重点 另外 在OECD2017年度论坛的时候 它则把主题定位在 消弭歧义 Bridged Divide 以及说探讨如何去应应 全球化的冲击 移民潮 还有科技快速发展当中 所造成的一些社会分歧的问题 并且也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 具备包容性的社会 在讨讨完了这些全球性的贸易机构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来简单的讨论一下地区性的贸易组织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欧盟 European Union这个单位 欧盟基本上它可以算是一个泛欧洲的超国家组织 它的前身是欧洲的共同市场 目前它拥有28个会员国 政治的官方语言有24种 目前欧盟的一个运作机制 基本上是依照里斯本条约为主来进行的 政治上所有的成员国 都是议会民主性国家 在经济上面来看的时候 欧盟可以算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的经济实体 在其中 德国、法国跟即将脱欧的英国 可以算是欧盟的一个核心会员国 而绝大多数的一个欧盟成员国 他们都是目前的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 欧盟的建立事实上可以追溯到1952年的时候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欧洲媒体共同体 在最早的时候只有六个会员国 到了1958年的时候 这些国家他们又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还有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这两个单位 在1967年的时候 统合在这三个共同体之下 而在1993年的时候 欧洲这些国家签订了马斯学克条约 生效完之后 这些既有的欧洲共同体的国家 就转换成了成为欧盟的会员国之一 欧盟的一个角色也逐渐地从单纯的一个贸易实体 转换成经济和政治的一个联盟 同时 欧洲共同体跟后来的欧盟 在1973年到2013年之间 总共进行了八次的扩大 成员国从原先的六个改变成到了28个 最早的时候推动欧洲联盟的一个动机 其实是比较渴望去建议起二战之后 损失惨重的欧洲 以及担心欧洲会因为各种的一些分歧 再度的陷入到战争的泥沼里面 所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政治跟经济的一个超国家组织 来降低这样子的困扰 在欧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深耕条约了 深耕条约之中 它取消了部分成员国之间的一些边境的管制 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欧元可能出现的一个部分 欧元是目前在28个会员国当中 有19个国家都采用欧元来当作流通性的货币 而在目前有22个欧盟的成员国跟4个会员国当中 他们也加入了深耕条约来去取消掉成员国之间的一个边境管制 使得欧洲的公民 他们可以在各国之间直接享有到公民权 甚至可以进行部分的一个政治的参与 除此之外 具备欧洲公民权的人 他们可以申请使用标记的欧盟标注的成员国护照 同时也享有所有成员国领事保护的资格 欧盟运作条约 欧盟的权限可以分为联盟专属的任务 以及联盟和会员国的共同任务 其中联盟跟会员国共同主要的任务 可以分成10个领域 这些领域分别包含 内部的市场 社会的政策 经济 社会跟领土的团结 农业与渔业 环境保护 消费者保护 运输 全欧网络 能源 自由安全跟正义的领域 以及大众健康相关的一个政策 欧盟本身所影响的 是欧洲本身的一个政治 社会跟经济的整合 但是事实上 有一些并非属于欧盟成员国的国家 他们也一样的 跟欧盟之间有密切的一个经济合作的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提一下 欧洲经济区 这个组织了 欧洲经济区是在 1994年的时候生效的 它是由一些原先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国家 跟欧盟达成协议之后所成立的 在这个组织成立之后 它所代表的是 已经是说 你不是一定要加入欧盟 才能够参与欧洲的一个共同市场 现在在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国当中 他们主要包括的是例如像 冰岛 列士敦士敦 挪威 这些国家 以及在欧盟成员国当中的27个国家 其中克罗埃西亚在会员资格生效之前 目前是在2014年 可以算是在使用暂时适用协议的一个状态 而瑞士在1992年公投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参加欧洲的经济区 所以目前 瑞士是用签订了瑞士 欧盟的双边协议的方式 来参与了欧洲单一市场的运作 欧洲经济区 它基本上是根据着欧盟所倡导的四大自由而建立的 这四大自由指的是货物 人员 服务与资金 可以在欧洲经济区当中自由的流动 欧洲经济区里面 非欧盟的成员国和欧盟的成员国之间 可以自由的贸易 但是必须要遵守大部分的欧盟法律 欧洲经济区里面的非欧盟成员 在欧盟的决策过程当中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而欧洲经济区里面的非欧盟成员 他们也不需要去承担欧盟相关的支出 但是他们必须要付出一些费用 来去支应这些欧洲融合相关的支出 下一个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区域贸易协定 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这个组织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签署的 在1994年正式生效 并且在2018年9月30号的时候 他们又签订了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预计在2020年初的时候上路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目标 在于逐步的降低消除三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并且消除非关税的贸易障碍 并且建立一个可以保障公平市场竞争的规范 算是一个超越WTO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之一 根据INF的资料 在2012年的时候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 他们的GDP总值占了全球的21%之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 主要是建立在1988年 签订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之下 美国与加拿大原先在农业产品之外的货品 这已经达成了几乎到零关税的标准 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关税减让的部分 主要是在处理美加两国以及墨西哥之间的协定 美国与墨西哥预计在北美贸易协定签订后的15年之内 逐步地达到零关税的标准 而加拿大与墨西哥则在2003年的时候完成谈判 预计10年内逐渐达到零关税的标准 目前这三个国家在农产品以外的关税壁垒 基本上已经消除了 但在农业贸易的部分 加拿大对于美墨两国的糖、乳制品及家禽之类的农处产品的进口 仍然采用关税配合的方式加以限制 而美国与墨西哥两国之间 则逐步地消除他们所有品项的一些贸易障碍 在非关税贸易障碍的部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求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边界开放 建立货品运输的交通基础建设 并且在食品与货品的检验标准的部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要求这三个国家能够采取同样的一个标准 以消除技术性的贸易障碍 以加速海关的一些检验流程 为了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它也定有智慧财产权的规范 在第十一章当中 它也订定了投资者对于地主国争端的一个解决机制 ISDS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定有两个补充的协定 分别来规范三国应该遵循的劳工保障的标准 还有环境保护的标准 并且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来监督各国政府是否有违反法规的情形 在美洲 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 也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贸易协定 例如像美国与墨西哥哥伦比亚还有委内瑞拉 他们在1994年的时候前进了一个共同的协定 同意取消彼此的一些进口税跟关税 此外 美国也曾经试图跟中美洲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但是很遗憾的 就有哥斯大黎加和萨尔瓦多这两国家加入了这样子的组织 在2005年的时候 西半球有34个国家 他们开始制定于签署一个叫做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协定 而另外有10个拉丁美洲的国家 他们也组成了一个叫做南美共同市场 South and Common Market这样子的组织 来扮演着类似像是北美贸易协定这样子的角色 除了美洲和欧洲之外 事实上在其他的区域也有很多的区域型的贸易组织 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东南亚国协组织的这个单位 东南亚国协组织是在1967年的时候 于曼谷所成立的 最早的创始会员国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跟泰国 而文莱在1984年的时候他还选择了加入 1995年越南也加入了 1997年辽国和缅甸也同时加入进来了 到了1999年的时候 柬埔寨也加入了这个组织 而构成了所谓的一个东协十国 根据1967年五国所筲定的一个东协宣言 东南亚国协的终止跟目标在于 加速该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的发展 并且在尊重该地区各个国家的法律规范 以及固守联合国规章的原则之下 要促进这个区域的一个和平跟稳定 在1976年的时候 东协的会员国于印尼的大理岛 举行了首届的东协高峰会 在会中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件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当中确定了 这些东协各国当中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当中包括 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的完整性及国家认同 各国拥有免于其国家实体 遭受外力干涉、颠覆或者并吞的权利 各国不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去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歧见与争端 并且要放弃采取威胁或者动武的手段 并且希望彼此之间能够有有效的合作 在2003年第九届的东协高峰会里面 东协各国领袖他们决议持续将在2020年建立东协共同体 Asian Community的这样子的组织 这个组织里面将会包括东协政治安全共同体 东协经济共同体 以及东协社会文化共同体等三大支柱 到了2007年12月第12届的东协高峰会当中的决议也说 东协共同体将在2015年的时候建立 其中跟经济贸易当中最为相关的就是 东协经济共同体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基本上可以算是东协经济整合的终极目标 他们致力于创造一个稳定繁荣 且高度具备竞争力的一个东协区域 要促成货物、服务跟专业劳力的自由流动 同时他们期许各会员国之间可以有更为自由的资本流动 平等的贸易发展 并且可以缩减贫富跟社会经济的差距 东协经济共同体将会使 东协成为一个单一的市场跟制造基地 把区域内多元的特色转化为互补的商业机会 令东协在全球的供应链当中更为茁壮 除了东南亚国协这个组织之外 像非洲的国家 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 也有53个国家共同组成了 African Union AU的这个组织 而东非有五个国家 普隆地、肯亚、罗安达、坦尚尼亚跟乌干达 他们也组成了东非共同体 East African Community的一个共同市场 而在南亚的地方 由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墨西哥、布丹、尼泊尔 马尔蒂夫跟阿富汗 他们也组成了南亚区域合作协会这个组织 换言之 在世界各地当中 不同区域的国家里面 他们也纷纷组成了不同的一个区域贸易组织 试图来透过降低彼此之间的一个贸易的门槛 建立起共同市场的方式 来达到货品或者财物 可以在跨国境内自由流动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在大环境上面 从刚才的讨论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全球之间形成的一种自由贸易 以及各区域市场的整合 代表的事情是 有更多的厂商 他们可以试图去利用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 来扩大自己的一个服务范围 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出来了 对于企业而言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入到国际市场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 他在全球性的投资的小量大量的观点 以及说他进去全球市场当中 对于不同地方来讲 他经营权的一个控制程度 把它分成以下的几种做法 第一种是全球委外的作业 第二种是进出口跟进出口 第三种是授权 第四种是加盟 第五种是策略联盟 以及合资 第六种是独立的设立海外子公司 一般而言 在一开始的时候 管理者可以先用少量的投资 来试探一下全球市场 一般而言 在这个阶段当中 他们会由全球委外作业 Global outsourcing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起 它的好处是 可以利用最低的成本 从全球各地当中去取得原料以及劳工 到了下一个阶段 管理者可以开始试试看 业由出口的方式来提供自己的产品 或者到国外以进口的方式来把外国的产品 带到本国来做销售 来作为全球化的下一个步骤 接下来呢 管理者他也可以考虑去使用 像是授权或者加盟的方式来进入到国际市场 所谓的授权跟加盟的方式指的是 将企业的商标 名创 技术 或者产品规格 授予另外的组织来加以使用 而当然这些被授权的组织就不是要付给授权公司一些买断的报酬 或者按营业额的比例来进行回馈 一般来讲 所谓的授权 多半是适用于制造业 它最主要的是授权其他的公司来生产或者贩售某公司的产品 而所谓的加盟则多半是用于服务业 主要是让其他被授权的国家 可以去使用某公司的名称跟经营手法 来在当地经营他们的一些事业 当国际的业务逐渐上轨道之后 企业累积了较多的国际经验 而管理者可能也会决定去增加他既有的投资 这里面可能就包括以下三种常见的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 由母公司与另外一个外国公司之间 建立起一种叫做策略联盟的伙伴关系 它的方式是两家公司 共同的来在发展新的产品 或者设立生产据点的时候 共同分享彼此的资源与相关的知识 第二种叫做合资 这些事情是说这些合作伙伴之间 为了某一种目标而成立了一家新的独立子公司 第三种是由公司直接在海外 以独资设立的方式设立海外子公司 来对当地进行直接的投资 而当管理者试图把他的企业带往国际市场的时候 有一些因素是他必须要考虑的 这些因素通常包括政治、法律的环境、经济的环境 以及文化的环境 在政治及法律环境的方面 法律的稳定性基本上是可以帮助管理者 进行更为准确的预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备法律的稳定性 因此管理者必须要对于他们打算投资 或者涉入的国家 他们里面的相关的法律 必须要有深入的了解 除此之外 在政治的方面 某些国家的政府通常来讲 处于一种相当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例如像英国石油BP 在俄罗斯就曾经产生过类似一种痛苦的经验 当你要涉入到不同国家投资的公司 他必须要想办法 跟这些挑战采取共存的一种态度 第三个是来自于法律跟政治环境 可能会有一些不稳定或者大变革 也因此造成了很多预想不到的问题 管理者必须要想办法去了解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跟机会 也因此必须要充分的了解 他自己所在地的母国 跟他投资地的当地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在地活 他们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在经济环境上面 管理者必须要注意到 在不同的国家做生意的时候 该国可能会有一些不大一样的经济形态 某些国家可能采用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之下 资源主要是由私人部门所长有 并且来加以控制的经济形态 另外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形态 这边所泛指的计划经济 细致由政府规划所有经济决策的经济形态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 它是纯粹的市场型 或者是计划型 除此以外 管理者还需要去了解 很多不大一样的经济议题 它可能包括汇率的变动 通过膨胀率 或者税制的差异等等 除了政治法律以及经济之外 文化环境也是管理者必须要注意的一个议题 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文化 而国家也是影响 在此 国家文化 National Culture 我们所指的事情是说 全体国民所共享的一些价值观跟态度 国家文化创造了人民的行为 以及对于某些重要事物的一些信念 很多研究指出 国家文化对于员工的影响 比组织文化还要更大 然而 国家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 要把一个国家 特有的文化内涵 介绍给外国人 并不是非常的容易 为了帮助我们去了解国家文化 学者Harmstead曾经发展出来一个 国家文化的架构 来帮助我们去理解 和描述不同国家 他们的一些文化 Harmstead把国家文化 分成了五种不同的一个面向 来加以描述 首先 是个人权力主义的差距 第二个是来自于权力距离的问题 第三个是来自于不确定性 规避的一种高跟低 第四个是来自于成就跟生活品质的挣扎 以及第五个是来自于在思考过程当中 短程思考跟长程思考的问题 首先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 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 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跟需要 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求利益 而集体主义则指的是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 其中的人往往会以在群体之内跟群体之外来区分 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 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 美国就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 强调个性自由以及个人的成就 因此开展员工和员工之间的竞争 并且会针对个人的表现进行奖励 是有效的一种人本主义的激励政策 而中国和日本则是崇尚阶级主义的社会 员工对于组织有一种情感的依赖 应该容易建构员工跟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 第二个则是来自于权力距离的议题 权力距离所指的是在一个组织当中 权力的集中程度以及领导者的独裁程度 还有在一个社会当中 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以接受在组织里面 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 在企业当中我们可以理解成 是员工跟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 一种文化到底是大的权力距离 或者是小的权力距离 必然会从该社会当中 权力大小不等的成员价值观中反映出来 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 就可以判断一个社会对于权力距离的接受程度 例如美国是权力距离相对较小的国家 美国员工倾向于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 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跟我一样的人 所以在美国员工跟管理者之间更为平等 关系也更为融洽 员工也更善于学习 进步跟超越自我去实现个人的价值 中国相对而言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 在这里地位象征非常的重要 上级所用的特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特权大大有助于上级对下属之间权力的实施 这些特点显然不利于员工跟管理者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创造 以及员工在企业中不断的学习跟进步 因而要在中国的企业当中采纳 构建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和谐关系 以及为员工在工作当中提供学习的机会 使他们不断进步这两种人们主义的政策 管理者有必要在实践当中 有意识地减小企业内部权力之间的距离 才能够良好的实现管理目标 第三个是来自于不确定性避免的问题 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 人们对于不确定 含糊的或者是千仆未卜的情境 都容易感到面对的是一种威胁 因而会试图去加以防止 防止的方法很多 例如像提供更大的职业稳定性 奠定更多的正规的条例 或者是不允许出现越轨的行为跟思想 追求绝对真实的东西 努力获得专门的知识等等 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 在防止不确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样的 相对而言 在不确定性程度 避免程度较低的社会当中 人们普遍会有一种安全感 起降于放松的生活态度 和鼓励冒险的倾向 而在不确定性 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当中 人们则普遍会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 跟进取心 因而一形成一种努力工作的内心冲动 例如日本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 因此在日本全面品质环礼 这一个员工广泛参与的一种盈云形式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终身雇佣制也得到了良好的推行 但反过来看 美国是一个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低的社会 同样的人本主义的一些政策 在美国的企业则不见得一定行得通 比如在日本推行良好的全面品质管理 在美国几乎没有成效 除此之外 不对尽性避免程度较低的社会 人们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一些不确定性 因而可以接受较多的意见 上级对于下属的授权 被执行的较为彻底 员工倾向于自主管理跟独立的工作 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里面 上级倾向于对于下属 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跟清晰的指示 再来是所谓的一个短期取向跟长期取向的问题 这个部分来讲 在世界各地23个国家的一个研究当中 有人指出来 这个研究最主要是从 向中国学习的学者当中所施行的调查问卷 可以说是注重德性而不是真理 长期取向的价值观 通常来讲 他比较注重节约跟坚定 而短期取向的价值观 则比较尊重传统 履行社会责任 并且喜好面子 这个维度的积极跟消极的价值观 可以在孔子的教义当中得到 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 生活于公元5000年以前 同时这个维度也适用于在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里面 成就跟生活品质的部分 也被称为是男性跟女性度的一个差异 在这个上面来讲 他所表示的是来自于 在社会上面 具统治地位的一个价值的标准 对于一个成就导向 或者是男性度较高的社会来看的时候 居统治地位的多半是男性气概 例如像自信武断 进取好胜 对于金钱的索取 执着而坦然 而在所谓的一种生活品质 或者是所谓的一种女性度的一种社会里面来看的时候 他这是呈现一种相反的状况 有趣的事情是说 一个社会对于男性气概评价越高 他们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一个价值观的差异也会越大 例如像美国 这是一种高度的成就导向 或者男性主导的一种气质的社会 在企业里面来讲 重大的决策通常是由高层所做出的 员工由于频繁的变换工作 对于企业缺乏认同感 也因此 员工通常并不会积极地主动参与管理 除了Harmstead的架构之外 另外一个叫做Global的架构 它也是可以拿来帮助我们去描述和理解 跨文化的一些文化差异的部分 Global架构 它的全名叫做全球领导人才与组织行为效能 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 这个研究它基本上是一个跨文化 当中去研究领导人行为的一个研究计划 最主要是由Robert House这个人所进行的 而在这个研究当中 它基本上是根据Harmstead的理论来出发 而用各种更多的构面的发展来进行分析 并且它搜集到的62个国家超过18000名管理者的资料 借此来帮助我们找出9个国家文化的一个面向 首先第一个面向是权力距离 这边所指的是社会可以接受权力分配不均匀的程度 第二个一样是来自于所谓的一个对于不确定的一种规避的一种程度的高跟低 这边所指的是社会它可以依赖规范跟程序来降低对于未来事件不可预测性的一种程度 第三个是强制性 它指的是临时说在这个社会上面是比较鼓励人们采取严格冲突强势跟竞争的方式 还是来自于采用所谓的一种谦逊温和的程度的一种倾向 第四个是人权导向Human Orientation 在这边人权导向所泛指的是社会支持并且鼓励 他们的成员去做到公平利他慷慨关怀并且对他人和善的程度 第五个是未来导向的部分 那么当未来导向强的国家在这个里面来讲的时候 社会通常来讲会比较支持跟奖励未来行为的一些导向的程度 它可能包括计划对于未来的投资或者是延迟享受等等 第六个是组织群体的程度 在这里面组织群体主义所泛指的是社会制度比较鼓励个人尽快融入社会群体的程度 还是比较鼓励个人的一种个人主义的部分 第七个是性别区分的部分 他所指的事情是说女性位居要职跟负责任的一个多寡 这基本上是用来评量作为一个社会性别角色它差异的一个程度 第八个则是团体内的群体主义 in group collectivism 他所指的事情是说社会成员对于其身为一个小团体的一员而感到自豪的程度 这些小团体我们所泛指的是来自于他的家庭 他亲密的朋友圈或者是雇佣他的组织 第九个是表现导向的程度 指的事情是说这个社会去奖励成员进步或者优秀表现的程度 根据global架构的讲法 对一个国家文化的描述可以利用这九种面向来加以描述 在了解了这些政治法律经济跟文化对于全球化经营的影响之后 新的问题出来了 对于一个管理者而言 他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去组织他的全球事物呢 一般而言 针对这个议题可以分成三种 极端的一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叫做本国取向的态度 他的做法当中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种狭隘的相途主义的想法 在这样子的本国取向态度的人支持者的行动之下 他们会认为说 最好的工作方式就是母国 也就是公司总部所在国使用的方法 因此在重要的决策或者关键的技术之下的时候 管理者多半不会去态度过于相信外国的员工 第二种叫做多国取向态度的做法 在这种做法之下 基本上可以算是到罗马 就是做罗马人的做法 或者是因地制宜的做法 他认为地主国 也就是国外分支机构的所在国的员工 他会知道在当地经营事业最好的做法 因此每一个国家的营运都应该有其不同且自然难爱的地方 应该让外国的一些员工 他们自己来找出最好的一种经营方式 第三种常见的态度 这是所谓的一种全球取向的态度 在这样子的态度思维之下 母国和地主国 也就是母国的总公司的所在国 或者是总公司的投资国的做法 并不是最大的一个关键点 最大关键点先该找全看看说 有没有任何的一种全球上面来讲 最好的工作方法跟人才 用像这样子态度的管理者 通常来讲 将会拥有全球化的眼光 他们跳脱国家的框架 积极地向世界寻找最好的工法和人才 对于全球化态度取向的一种管理者而言 还不需要彻底地去排除本国取向的想法 并且是去了解不同国家的一些差异 而这样子这种态度一般而言 是全球化的环境之下 成功管理者所应该具有的态度 好 讲了那么多 相信各位也累了 我们今天对于全球化的管理的介绍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